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64的活动也逐渐开始展开 那么6430周年最重要的也就是6430周年研讨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由于受到香港反送中欧法的影响 那么首次大家决定就是说把活动挪到台湾来进行举办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华人民主书院作为主办单位之外 那么香港的社会乐界也可以讲是普遍对本次活动表示了大力支持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除了香港职典会 还有香港的一些本土政党 比如说中党公民党民主党社民连线 也就是说香港的很多香港有很多这样的就是说关心 中国政治议题的这样的朋友还有机构或者是社团 然后协助帮助协办了这样的本次的一场活动 那么本次活动的主题呢就是说主要还是以怀念64为主 但是那么特别是6430周年这样的一个值得怀念的日子 那么本次活动的主题就是要以反思 要以就是说64活动为一种反思 那么特别是习近平掌权以来 特别是最近两年习近平所采取的 不管是对美中贸易战的一系列政策也好 或者是就是说在中国国内实行着这样的一种非常高压的严酷的 甚至是没有一点点自由的这样的舆论控制也好 那么作为那么作为一种反思 那么由此然后呢 杨帆杨帆杨帆起航去立足于新的这样的一种 中国中国本土化的这样的一种公民运动社会运动 但不仅仅是公民运动和社会运动 还包括就是说对于过去的这样 因为8964本身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完善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运动 当然也包括对于运动本身的反思和思考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本次的会议本次的会议日程其实是非常丰富的 那么那么会议日期呢主要为两天半也就是18号的早晨 8点半开放报道 然后到20号中午的12点半结束 那么主要分为一场主题演讲 然后七篇论文研讨 还有两场原作论坛 那么会议官方呢 语言为中文普通话 英文然后全程均安排中英同步翻译 那么各场定论发言呢主要以15分钟为限 论文评论以10分钟为限 圆桌论坛和云桌论坛及坛人以10分钟为限 也就是第一次敲第一次就是说敲呃敲零的时候 那么也就是还剩下三分钟 那么第二次敲零的时候就表示时间到了 那么为了顺利掌握这个一程进度呢 时间剩余三分钟时对也就是敲零一次 那么那么基本上就是正式会议的一些进行事项 那么我们再回到会议的参与者 那么第一天第一天可以讲阵容就非常强大 那么除了那么在呃八呃在九点到九点半的记者会期间 那么除了就是说呃前香港知识大学奖座教授 华人民主书院名誉校长的郑宇硕先生之外 那么还包括就是大家好书能详的王丹老师 还有就是说香港知恋会主席华人民主书院的董事 那么还有就是说包括华人民主书院的董事会主席曾建源先生 那么是联合办了这样的一个记者会 那么在开幕式的时候呢主持人是郑宇硕先生 那么在开幕式之后呢 有一个非常短暂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演讲 那么这个那么但是我但是就是这个一层表上的主题演讲 是说天安门三十年后中国对全球自由的威胁 也就是30 years after天安门的PRC an engine global threat to freedom 那么实际的演讲的内容呢是就是说 China influence and the American interest 也就是也就是中国对中国对美中国对美国以及对自由世界所产生的影响 那么主要的演讲人是Larry Diamond 也就是戴亚门先生 也就是胡福大学 史丹福大学胡福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 也就是Senior Fellow of the Horror Institution Stafford University 那么比较比较有看点的是这一场 那么还有就是说六四屠杀的真相 也就是包括六四屠杀的真相 这一场的主持人是胡元辉先生 那么发表人 那么有两位发表人 那么一位是吴仁华先生 那么是李小明先生 两位评论人是方正和陈祥先生 那么首先是胡元辉先生 胡元辉先生首先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那么其次是吴仁华先生 就当时的天安门 当时的在天安门上 在天安门所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屠杀 然后根据自己的一些调查或者是理解 以及所总结成的数据 然后所著成的这样的一个著作还有论文 然后对即时的进行这样的一个发表 那么李小明 那么李小明先生呢 是作为前六四戒严部队军官 海外也就是前六四的戒严军官 然后去发表这样的一个感想 那么方正先生呢 是作为六四屠杀的见证人 然后去讲述 当时在北京城 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对手无存体的老百姓 所做出的这样的一个非常 也就是是如何屠杀老百姓的这样的一个观察 那么 那么成 那么成乡先生呢 是作为成乡先生是香港的资深记者 以及时事评论员 那么 那么简 成乡先生简单的 简单的就是说 对自己所了解的六四做了一下简单的评价 那么之后呢 就是说QQA环节 那么在QA环节的时候呢 其实问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那么也就是 特别是最近一些年 那么主流的舆论出现 那么就是说 出现了一种与主 也就是与八九屠杀天门大屠杀 这样的一种主流舆论不相 呃 就是说 呃 不同的声音 也就是当时的同学们应该就是说 在四二六社论发表之后就应该见好就收 那么 在场的也就是包括吴仁华先生 还有成乡先生呢 对于六四这样应该见好就收的一个言论 普遍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 也就是反对六四见好就收 因为特别是陈祥先生 因为不管是 因为实际上 即便是最最后就是同学们 呃 在六四的时候见好就收了 那么实际上在中央政治层 在中共中央政治圈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政治圈的这样的一个范围 范围当中 其实在当时包括邓小平等一批 李鹏等强硬派其实也要就是说 把前 呃 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要去搞下台了 也就是说最后不管 呃 同学们有没有见好就收 那么实际上最后的结局都是一样的 那么也就是 乌仁华先生和陈祥先生对此软点 普遍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 那么也就是五也就呃 午餐时间也就是十二点 十二点也就是十二点三十分到十三点三十分这样 然后午餐之后 午餐之后呢 的第一第二场主要是八九名誉中的朝野博弈 那么什么是八九名誉中的朝野博弈呢 也就是说呃 最主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八九 八九的天安门事件实际上并 或者叫八九名誉 或者是就是说八九事件实际上并不是 并不是一场 单 并不是一场就是说呃 民 只是民主运动 那么也包含了就是说宫廷政变或者是 呃就是说这样的一种 呃军事政变的这样的一种因素的存在 那么 那么呃 那么呃 那么呃呃 呃呃 包括就是说范云先生 还有吴渡光先生 吴建明先生 还有白几儿 也就是白夏 呃先生 王大先生 对此观点发表了 自己的看法 也就是八九名誉到底是一场宫廷政变还是一场军事政变这样的一种 学术上的探讨那么第二场主要就是围绕着这样的一个话题大家去展开进行讨论 那么 那么第三呃呃 那么进步呃呃那么接下来就是十分钟短暂的休息时间 那么接下来的一场是六四事件的国际影响 那么主持人呢是赖正叉先生 那么首先是由曾经员先生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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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曾经元先生讲述了两岸,中国和台湾之间,台湾从当时的八九由同学们自发所组织的一个民主运动, 然后台湾这边是如何学习八九的经验,然后去逐步的去扩大台湾在当时几年之后的民主成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比较有看点的其实就只有曾经元先生所发表的这样的一个观点, 那么以上就是第一天六四事件三十周年研讨会第一天的比较有看点的地方, 那么本次会议还有一天半, 那么接下来呢,我会陆续的为大家从台北发回更多更多新的报道。 好,那么那么本期本期报道就到这里,谢谢大家。